很多人都知道绿茶的功效与作用多 就让我来分享常喝绿茶的九大功效吧 据英国路透社新闻网最新报道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日本一项大规模新研究发现 经常喝绿茶的老年人灵活性和独立性比其他老人更强 绿茶的功效与作用主要有如下 第一项是防晒 近日,美国有一项研究指出 绿茶中的儿茶素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 将含有绿茶成分的护肤品涂抹在皮肤上后 即使被烈日照射 可让导致皮肤晒伤、松弛和粗糙的过氧化物减少约三分之一 这就证明绿茶中的成分具有防晒功用 第二项是防辐射 对于生活紧张而忙碌的人群来说 抵御电脑辐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每天上午喝两到三杯绿茶 吃一个橘子 因为茶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元 被人体吸收后能迅速转化为维生素A 维生素A能合成柿子红质 使眼镜在暗光下看东西更清楚 因此,绿茶不仅能消除电脑辐射 还能保护和提高视力 第三是降脂 饮茶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血脂 即胆固醇 令身体变得轻盈 这是因为茶里的分类衍生物 芳香类物质 氨基酸类物质 维生素类物质综合协调的结果 特别是茶多酚与茶素和维生素C的综合作用 能够促进脂肪氧化 帮助消化 降脂减肥 第四项是防口臭 绿茶含浮 其中而茶素可以抑制生取菌作用 减少牙菌斑及牙周炎的发生 茶所含的酸具有菌作用 能阻止食物扎泻繁殖菌 故能有效防止口臭 第五是抗衰老 绿茶所含的抗氧化剂有助于抵抗老化 因为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 如果过氧化 会产生大量自由基 容易老化 也会使细胞受伤 SOD是自由基清除剂 能有效清除过剩自由基 阻止自由基对人体的损伤 绿茶中的而茶素能显著提高 SOD的活性 清除自由基 第六是抗菌 研究显示 绿茶中而茶素对引起人体 治病的部分细菌有抑制效果 同时又补致伤害肠内有抑菌的繁衍 因此绿茶具备整成的功能 有研究表明 茶多酚能清除机体内过多的有害自由基 能够再生人体内的这些高效抗氧化物质 从而保护和修复抗氧化系统 对增强机体免疫 对防癌 防衰老都有显著效果 第七是防胃病 一项研究表明 多喝绿茶能够预防慢性胃炎和胃癌 研究发现 喝绿茶时间越久的人 患慢性胃炎和胃癌的比率就越低 爱喝绿茶的人患胃癌的比率 比不喜欢喝茶的人低48% 第八是防癌 绿茶对某些癌症有抑制作用 但其原理皆限于推论阶段 对防癌症的发生 多喝茶必然是有其正向的鼓励作用 第九是促进消化 近年的研究报告显示 绿茶能够帮助改善消化不良的情况 比如由细菌引起的急性腹泻 可喝一点绿茶减轻病况 专家特别提醒 品茶不是越新鲜越好 营养学角度来讲最新鲜的茶叶 其营养成分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所谓新茶市值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 这些茶叶因为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 有些对身体有不良影响的物质 如多酚类物质 唇类物质 全类物质 还没有被完全氧化 如果长时间喝新茶 有可能出现腹泻 腹胀等不舒服的反应 谢谢观看 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点个赞 觉得有用的 可以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受益 还没订阅的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在此祝福大家都能健康快乐 我们下个影片见